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交易之后呢 我们才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投资 或者交易的一个信心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对市场的认知 或者是敏感度更高 那么作为刚刚就像打仗一样 刚失败了几场战役 所以说呢 现在也是有一些信心不足 这也是一种常态啊 过去呢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包括 尤其是我个人给大家展现的更多的是呢 比较高的命中率 还有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些逻辑推荐 但是呢 在目前黑天鹅的市场情况下呢 这些都是没用的 说实话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今天也不用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去来听这个网课 知识性的输出依旧还会有 但是呢 对于价格的预测和预判的会少一些 我相信呢 最近如果是但凡 还有人说啊 保证这个价格不会跌到哪儿 那大家揍他一顿就行了 不会跌到五块钱 结果负数都出来了 那么在人类历史上 目前啊 金融市场还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预见过了 所以说每一位也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啊 不幸运肯定是亏钱了嘛 那么幸运的也是我们见证了 很多次的历史 那么以后呢 至少这个故事 这段经历 我们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嘛 对吧 然后这个经验还是很贵的啊 相信大家以前是交了个大学 高中的学费 现在呢 研究生博士啊 这个学费都交完了 那么今天呢 还是强调一下 金融市场一定是有风险的啊 在最近这段时间 风险尤为大 因为市场波动很大 另外呢 这个市场啊 虽然我们说是相比于个股来讲 是比较大一点 公开透明的 但是呢 也是会有操纵和内幕的 那么今天呢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目前的石油市场 是被严重操纵的 那么还是提醒一下 任何投资啊 咱们一定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放进来 那么购买市也有一点好处啊 就是大家可以用适当的杠杆 比方说买股票啊 或者是买这个外汇 如果是我们决定啊 操纵 比方说投个五万块钱啊 那大家可以放个两万 对吧 或者放个甚至一万块钱 先试一下 那如果我们有几百万的投资的规划 那么一定要比较谨慎 在了解所有金融产品和属性之前 不要把所有资金放进来 因为市场的话 一旦我们账户上有钱啊 人就是这样 总想抄底 那么十块钱抄一次 还有钱 对吧 跌到八块钱再抄一次 还有钱 七块钱再来一次 再往下跌就慌了 所以说呢 市场就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管控能力 如果不够的话 那就让账户上资金 当我们再往里转钱的时候 我们就想一下 转的那一瞬间 就会想一下 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我是否还要继续加单 还是说我要干脆止损 或者是我可以反向做对冲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会相对冷静一些 千万不要像这个去赌场一样啊 玩嗨了 对吧 大家一激动 从来没见过 各位数的石油价格 很开心 觉得可以9块9超个底 9块9买不了上当 对吧 9块9太便宜了 所以说呢 现在一切就有可能 大家要注意金融市场的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是来自于 整个市场啊 不是说咱们个人想规避就能规避掉的 也不是说大家参考了我们的建议 就能够抵消啊 或者是做空啊 做多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 那么购买市呢 现在有很多客户啊 都是新来的 想要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98年成立 那么20多年了 外汇股票 黄金石油指数都可以做 包括比特币等等 总部是在墨尔本 也有很多悉尼的朋友 我们在悉尼是有分公司的 全球范围的话 我们在英国 包括台湾 中东的迪拜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都会有直接的办事处 那么在澳洲呢 资金一定要放在托管银行里面 大家如果是在澳洲 有投这个理财的 包括我说 我就不点名了 有一些华人成立的基金公司 最近是出问题的 因为这些公司呢 本来跟大家签的是保本协议 或者是说是 原来说是炒股票 结果我们发现 他们其实呢 最终啊 都是亏损 并且呢 是有投资期货的 有投资外汇的 都有 就是说他拿着大家的钱呢 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管 尤其是华人对法律支持不够 所以说如果最近大家 这近几个月 有投资了一些 华人主导的基金公司 或者是私募 或者说是风投 一定要注意风险啊 这一部分资金 目前据我们所知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亏损 尤其是在很多公司 是投股票去了啊 现在股票基本都是腰涨了 那么大家如果当时 签的是保本协议的 现在可以问一下 他们到底是买了哪些股票 现在持仓情况怎么样 大家要注意一下 把钱交给别人 不是那么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澳洲呢 有一家基金公司叫做 OO是专门做石油的 现在呢 也是跌到了净值两块多 上周我看还是挺贵的 大概是五六块 那么再往前的这家公司 OO这家基金公司 是市值20多亿澳币 在前段时间 已经是跌到了 不足1000万澳币 所以说缩水的非常厉害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买基金 我认为澳洲的基金公司 其实也不是很有作为的 还不如大家自己拿钱去做交易 至少我哪怕亏了 我要学习到经验吗 我知道怎么亏的 是买了石油 那如果我们去投了给其他人 我们不知道他钱是怎么亏 他说他去买股票了 其实他是在其他公司 包括在我们这做CFD 做这个高杠杆的 他在外面融资 在我们这再加杠杆 去赌博 那么如果他爆赚 他就一夜暴富赚几个亿走 那如果是亏了 那么大家的钱就亏掉了 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这个内幕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大家有投资的 一定要去问一下 因为我们作为交易商 他们最终呢 要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选择一家平台来交易 不管是Commonset 还是说我们 还是其他的交易券商 那么最终 我们其实是互相了解这个情况的 但是他对他 这些基金公司 对大家不一定说实话 所以说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石油今天 还是敏感话题啊 让我也明白了 什么是黑色的物质啊 石油是黑乎乎的 让我的世界也顺便变了黑暗了许多 那么也让我亏损非常惨重啊 我一向是比较文明的人 这我说亏的连裤衩都没了 所以说呢 让我非常的震怒啊 那么上周呢 还说这个石油市场没有消息啊 震荡区间整理 当然了非常打脸 当然我也进了 周一18块钱进 比方说现在跌到了7块钱啊 12块钱还进 进多少亏多少 所以说呢 只能斩仓离场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中的一个账户吧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我是分多账户来进行交易的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在 左下角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账户的亏损 结合是6万块 也就是在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最近的几笔亏的比较多啊 就是这儿啊 15号的几笔 那么亏了6万多 这是一个账户啊 因为我是多账户管理 所以说总共的亏损呢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非常惨 那么大家呢 也是要以我为贱啊 不要把这个资金啊 都放在一个市场里面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其实我跟大家 跟其他人不一样啊 其他人可能光讲不做啊 我是做 就是我的口号呢 是我赚50万啊 大家要赚60万啊 就是如果我亏50万 大家只亏30万 这是我的口号 所以说我一定会冲在最前边啊 大家也不用担心自己买了啊 这可以天天讲 没买啊 这是不现实的 我肯定买的比大家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我们是在统一战线上的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啊 总会有我给大家垫底 那么这一次的情况 我们没有预见啊 大家也没有预见 没有人预见 那么我有很多问号啊 所以我认为我还是这个市场 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也很谦虚 那么我跟小朋友一样 也是有很多的问号 相比于在我们这儿做交易 很多人发现啊 现在在不同平台的交易报价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原因很简单啊 中国银行出现了负值啊 负37块六毛三的价格 来结算这个市有报价 大家想一下 如果在我们这儿 以负37块钱的交易 给大家去结仓 所有人都报仓了 并且还道歉购买死钱 那大家啊 不会就是啊 聚集聚集到公司 对吧 以后我们每次在墨尔本 在悉尼办活动的时候 后面都是一排拉横幅的 购买我血汗钱 对吧 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呢 对于金融市场来讲 系统性风险发生了 作为每一家交易公司来讲 是有责任来抵消这个风险的 也就是中国银行 作为这么大的一家 全球全世界都知名的一家银行 没有做好风控 这个呢 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的价格呢 是交割的时间啊 是接近于收盘价格 我们知道 我是周一周二晚上没睡觉 一直定到凌晨五点钟 那么也就是在接近于 四点半的时候 澳洲时间即将结束收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交割之前是暴跌到负值以下 并且瞬间往下跌 那么中国银行是在 最后的时间成交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大家亏了啊 其实是跟中国银行的风控有关 它不应该在最后的价格去结算 那么每一家平台 报价不一样呢 也是因为第一个呢 是我们结算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现货价格 虽然是连续报价 但它都是由期货价格推导出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上个星期 在十几块钱啊 或者上周五 周一啊 周二都可以来结算 这个五月的期货合约 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结算掉的 那么显示在现货上的价格就比较扛跌 但是呢 如果是在像中国银行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就会出现有些平台 它会跌到三块钱的价格 那我们最低的价格呢 可能是七块钱啊 所以说呢 这回出现一点差别 另外呢 一个就是远期合约的 现在的价格比较高 可能六月份已经涨到15块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涨呢 啊 但是最终的话是会涨上去的 所以呢 中间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我们能不能赚到呢 答案是可以赚到一部分 如果我们交易的是期货 在每个月要展期 要平仓展期的这种期货呢 是赚不到这个钱的 但是做连续合约报价的现货呢 是能赚到一部分的 那么就是差价 15块钱 六月份的合约差价 减掉现在的8块钱的价格 等于7块钱 那我们的仓息呢 每天现在要付掉一分五分钱 五分八每桶石油 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 咱们就算30天 那就是要付掉一块八 也就是说八加上一块八 等于九块八 九块八还是小于15块钱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能有上涨空间的利润 可以拿的 所以说呢 大家现在拿多单 也不用很慌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给大家看一下英国石油 我们知道在英国石油之前啊 和美国石油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英国石油可能就贵个三四块钱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英国石油 其实是21块五毛钱 而美国石油已经跌到了八块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英国石油的这个仓储费比较高 它呢已经换合约了 它是提前换合约的 我们看到仓储费显示的是 -117 也就是1000桶的话 每天呢 我们要付117美金 每一桶的话 我们每天呢 要付掉一毛钱 那么在过去的30天时间里面 我们相当于是买一桶石油 要付掉三块钱 那么正常上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石油八块钱 英国石油呢 应该是多少钱 应该加四块 对不对 12块 那么再加上仓储费的成本 那么也就是只要石油价格 英国石油价格高于12块 再加上三块钱的仓储费 高于15块钱 我们最终呢 就是通过合约赚到钱了 通过这个合约的价格上涨赚到钱 那么现在是21块5 减掉我们刚刚算的 12加35 那么最终我们是赚了6块5的差价 所以呢 现在大家哪有 拿着这个多单 现货8块多的多单 也不用害怕 虽然会收仓储费 但是呢 相比于合约展期带来的成本来讲 我们的仓储费是小的 是更低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解释一下 就基本上清楚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还是可以在这个 question里面打印出来 question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人了 现在我们非常感谢 每一次我都想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说人数越来越多 那么question里面 我现在看到的是 有人问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一手石油是一千桶啊 我们的这个一手啊 是一百桶 那么他看到的这个 一百多啊 就是 这个一百一十七块钱 包括美国石油 现在是付的五十八美金啊 这个是按照一千桶来计算的啊 所以说大家持有一手一百桶 就要再加个小数点啊 这样的话心里就舒服多了吧 对吧 不是五十多块钱 一天要付掉 而是五块多 这样就开心了啊 相当于是咱们少吃一块肉 对不对 现在肉也涨价 鸡蛋也涨价 这个什么西红柿都翻倍了啊 我看 所以呢 这个就简单 跟大家说一下 石油呢 我们现在持有啊 大家不用很慌啊 就是还是不要看仓储费 要看这个价格变化本身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中国银行做的非常不好一件事情 我认为是值得批评的 并且应该追究责任 这个不应该是投资者承担亏损 有的人投了 比方说两百多万 没用杠杆啊 还没用杠杆 结果最终是欠了银行六百多万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投资者来出这个钱呢 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么中国银行采取的措施呢 是要追缴这个费用 这是确定了的 那么如果是大家不给这个钱的话 他要上征信的 我们知道中国银行是有这个实力的 对吧 让你上征信 上征信就是黑名单啊 黑名单之后贷款 买房 开企业 还有坐火车 坐飞机 在中国全都完蛋啊 不行 所以说呢 就是一个相对 我认为是一个霸王条款 那么假设我们有很多客户啊 在购买死就问 我们会不会报价变成零变成负的 这里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会变成负的 那么到零的前提呢 是未来远期合约全部到零啊 因为我们是未来是当月六七八九啊 他的一个加权 所以说呢 除非是未来所有合约全到零了 我们才有可能到零 并且呢 我们不会让大家欠我们钱 原因很简单 上周我们的风控已经发出预警了 并且给大家解释了 石油的杠杆调整到一比十 由原来的一比一百倍下降了 对吧 就是因为风控必须要在市场巨大波动之前 要预警给投资者 不能让大家穿仓啊 或者是盗欠公司前现象出现啊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这个风控部门啊 尤其中国银行的风控 其实啊 都是大家也知道中国银行是什么样的人能进风控啊 不一定是有能力的啊 而是有资源的 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就导致了中国目前很多行业不是精英管理的啊 而是资源类型的一个附加品 那么复数的一个石油啊 现在出现了啊 就相当于是去加油站 别人倒贴钱给我们加油 现在我也看了澳洲的石油也是降到一块钱以下了啊 非常开心 但是呢我认为这是一就是说啊 一个阴谋论 就是一切违反经济规律的都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一切违反有经济规律的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本身现在的模式就是基于规律 一旦规律基本的社会经济和金融政治规律被打破了 绝对是有问题的 就像P2P啊 大家投钱给我每个月给大家2%3%4% 那么一年下来40% 还有中国的P2P啊 有的当时一个月给5%啊 一年60%的回报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呢 我认为现在的石油也是有问题的 原因有三啊 第一个呢是违反了经济规律 那么我们知道产油国成本是固定的 尤其是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油啊 产油公司啊 业业油公司破产 每生产一同 按照目前的价格10块钱 8块钱也好 7块钱也好 都是在亏钱啊 因为美国的成本是20多 俄罗斯也是20 时间越长亏损越多啊 倒闭的公司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都倒闭了 谁来生产呢啊 生产就会减少 价格最终就会上涨 第二点违反了金融规律啊 金融的规律是什么呢 看起来大家都在亏钱啊 我在亏啊 我亏了几十万啊 刚刚给大家看就亏6万多 那个账户 几十万 那么别人也亏几十万啊 甚至少了几千几万都有 那么多的呢 我们这儿啊 有人大户亏了几百万 都是有的 几百万亏掉了 这么多的钱啊 我们不是一个两个客户啊 我们是几十万的客户都在亏损 但凡买石油的没有赚钱的 包括中国大陆啊 有最多的亏 目前报出来可能有亏上亿的 那这么多的钱都哪去了 肯定会有少数人在赚大钱 就说这些零和游戏啊 我们知道金融 尤其是期货和衍生品 都是零和游戏 我们这么多的人 钱被别人给割走了 我也被割韭菜了 被割走了 那么肯定是有少数人 在赚大钱 海量的钱 那么第三的是政治规律 政治规律就是特朗普最近 包括其他的国家啊 中东也好 俄罗斯也好 没有斗志昂扬的说我要确认再继续谈减厂或者怎样啊 这两天没有 从周一开始很安静啊 大家发现哎 不讲话了啊 以前的话 特朗普大凌晨的讲一句话 哼石油价格穿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都有可能 这个呢 很奇怪 就是时间特别敏感 那么从产业资本来讲的话 目前主要的石油进口大国是以中国为主啊 那么中国现在的油原储备其实已经是很高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石油现在已经是在海上飘的 轮船都啊 这个游轮已经是费用非常贵啊 我们知道你海上停一天就要给这个船员公司一天的游轮费啊 现在已经涨价涨得非常厉害了 就中国已经没有在进口石油的需要了都满了啊 没地儿放 所以说呢 呃 现在 我们的几个疑问啊 第一个呢 是谁赚到钱了啊 咱们这群韭菜啊 大家都是韭菜我也是啊 最近也吃点韭菜吧 补一补啊 别的被人割完了 没得割了啊 咱们也补一补 那么谁赚钱了 我们看石油产量 石油产量上面俄罗斯和沙特是缓慢增长 但是美国从2010年开始是爆发式的增长 现在石油产量已经是班级第一了啊 拿到班长的位置 美国的石油产量是班级第一啊 所以说呢他现在是最关注石油价格的啊 那么我们知道啊 往往是排第一的那个人最有可能犯罪 对不对 我们知道警察多办判案的时候呢 就要去找第一受益人 对吧 那我们知道了 谁产的油多 谁就有可能操纵市场 谁就可能是这一次行情的罪魁祸首 对吧 那阴谋论就是这么来的啊 不一定对啊 大家可以今天晚上是娱乐新闻啊 大家娱乐一下 听一下 那么美国这个绿色的啊 跟韭菜一个颜色上去了 成为世界第一 所以呢 现在就是最强势的新的玩家就是美国 他呢 本身又是金融资本大国 所以他的组成就是产业资本 加上金融资本 在页岩油以及石油行业 这个血雨风星 叫血雨风星啊 这个来澳洲久了语文不太好 就是 那么俄罗斯沙特本身在金融市场 金融产产产业和金融资本是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只有美国啊 他能够是金融加上产业 所以呢 打打这个底下是中国这个财经频道啊 给了沙特 俄罗斯美国啊 三个扑克牌 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 我们就重点去关注美国的情况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 谁是第一可能潜在的收益人 就是美国啊 因为美国才知道华尔街可以做空嘛 而美国呢 有美国也有 对吧 纽约期货交易所 对吧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听说过 俄罗斯还有期货交易所的 对吧 也没有听说过沙特期货交易所很厉害 所以呢 石油 如果我们发现英国石油没跌 英国UKO没跌 那么出问题的就是绝对是美国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啊 暂且定为美国 那么再看到底是该涨还是不该涨 价格的涨跌 我们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买的人多了 他价格必然上涨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最近是买油的人多 还是做空石油的多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买涨的抄底的 那我们是没问题的 那么中国那些爆仓的散户 也是抄底的 我们看一下 全球最大的ETF 六天增加20亿美金 再往下看 第一季度台湾的QD 这个台湾报的激增109% 就是翻倍了 那么左边大家上网一搜啊 全是大量抄底的 左下角啊 油气基金大跌 资金凶猛抄底 从1.99亿 激增到26亿元 增长12倍 就是和有的基金公司啊 或者有的是由这个买涨的规模 增加了两倍啊 翻倍了 或者增加几十亿美金 有的呢 甚至增加了几十倍 那么这么大的规模 对于整个市场 数据上显示的话 是激增了四倍的啊 四倍 原来假设市场是1万亿的交易量 现在呢 进来了4万亿的新增资金 全是买涨的啊 我相信 至少不能说全是买涨吧 至少七成八成是买涨的 对吧 来抄底的 那这些钱哪去了啊 大家看一下 左边还有一个啊 当天交易额啊 1600啊 16500万啊 这是华宝油气啊 这是一个产品 那么这么多疯狂 抄底的资金啊 所以说呢 好了 现在我们发现 我们没有问题 散户没有问题 全球散户都没有问题 资金没有问题 那么买涨这么多的钱 没有使价格上涨 最终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做空的钱永远比我们多 那么这些钱是从哪来 散户不会做空 那么做空的只有机构 并且是大型超大型的机构 世界上能有这么多的钱 必然是国家级别的资金 对吧 大家想一下 全球散户投资者 那是海量的资金呢 我们知道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那么现在还能把价格打下来的 绝对是不计成本的 大型的产业和机构 或者是国家级别的资金 所以呢 现在我们是和国家在做对抗 好了 那么就是再锁定一下 就是美国这个重大嫌疑人 嫌疑的啊 这个叫什么证据啊 又多了一个 就是一般的机构 拿不出这些钱 来跟我们这么多散户做 反向的对冲单 所以呢 又还加了一个证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是什么呢 花花绿绿的啊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解释 啊 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啊 主要是靠页岩油这个东西 那么最早听到页岩油的产量呢 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啊 一个酒店啊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也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啊 在酒店里看到的消息是好多年前了 说是美国的这个 页岩油突破产量了 呃 可以 大规模生产了 当时呢 最早说页岩油的生产成本是40多块钱 从那个新闻以后啊 我看到的是降到30多块钱 呃 那个时候我就认为 哎 石油价格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呢 那个时候太早了 那个时候是一几年 大概是七八年前吧 11年左右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后来 从2010年开始 美国的石油生产的总量啊 开始激增啊 大家还记得刚刚那个图吗 超过了俄罗斯啊 在近去年19年时候 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啊 就是页岩油 那么深橘色和浅蓝色呢 啊 是砸钱砸出来的产量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跟个冰淇淋 式的这个形状呢啊 最上边的这个浅蓝色和深橘色呢 是砸钱砸出来的产量 也就是说比现在高了60%啊 如果是不砸钱的话 那么它的产量不会有这么高 为什么呢 啊 一会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燕油油公司呢 美国的这些公司 永远就像庞氏骗局一样 不停的吸收新的资金进入 然后呢 来弥补之前的负债 啊 就像庞氏骗局啊 要一直割韭菜 割割割啊 有一句话叫不圈钱 误令死 所以呢 在金融市场好的时候 大家投什么项目 我觉得都无所谓啊 最终他只要能兑付就行 那么现在我们投的任何项目 大家一定要问 只要不是我们亲自接手的 一定要问他投的到底是什么 让他把合同给咱们看 啊 千万不要被庞氏骗局给割韭菜了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债务情况 啊 燕油油产 燕油油产业呢 目前蓝色是到期债务 2019年已经过去了 啊 黄色橙色的呢 是利息支付的费用 我们看到2021年和2022年 是到期债务最大的几年 也就是说在未来呢 燕油行业 要么破产 要么还债 就这两条路 啊 大家觉得哪一条啊 比较好啊 如果我们是产业资本的话 我们希望到底是破产清算 在破产前大赚一笔 还是说我们扛到冬天以后 对于金资本是逐利的角度来讲 他会在最短的时期 用最高效的手段 获取最大的利润 啊 所以呢 我认为 有可能 大家一致的认为 现在破产是最好的 那么在破产前啊 是怎样的 破产后他就不需要还债务了 那么就是看在这之前 他需要做怎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嫌疑人 继续锁定在美国啊 因为美国燕油的公司 还不起钱 就只能倒闭啊 这是一个必然 而如果要还钱 怎么办 他必须要生产相当于产能 目前十年总量 并且销售出去 按照目前的情况 他怎么可能销售那么多石油呢 所以呢 目前啊 华尔街一看 哇 这么多的债 肯定会出事 对吧 燕油企业 石油企业 欠了这么多的钱 还不上啊 他要还上 他每一桶还得赚钱啊 每一桶 只有当每一桶价格在40多块钱的时候 他才能赚钱啊 才能减掉生产成本 还能还债 那么不然就还不上 像现在这样啊 所以呢 目前来看 解决措施 金融市场来赚钱啊 金融市场来赚钱 我们刚刚说了 美国的这个燕油啊 欠了那么多的钱 尤其是在明年开始 会有很多的债务要到期 欧洲央行开始接收垃圾债作为抵押 大家看一下时间啊 是一小时前 三小时前 四小时前 刚刚公布的 也就是刚刚谈成 欧洲央行啊 又为美国人民买单了 啊 中国是不会做的 这一次 中国我相信绝对不会 再为垃圾债去买单 而欧洲央行没办法 不知道是跟美国达成了怎样的一个协议 所以它是有目的的 有方向了 那么欧洲央行一旦是接受垃圾债 作为抵押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就救活了这个美国的燕油这些企业啊 本来就是垃圾债 一分钱不值啊 就像我们澳洲的维珍航空公司 现在都要脱管了 要破产了 谁敢买他的债券 如果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吧 都讲到维珍航空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维珍航空目前的这个债 大家如果想要看债券的话啊 就可以直接去 网上搜啊 有澳洲有一些债券公司啊 但是我从去年就告诉大家不要去投这个债券 为什么呢 现在爆雷了 对吧 这周维珍航空的债 大家知道从100块钱跌到多少吗 跌到50啊 跌到40多呀 因为要破产了 没人要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 所以说这个因为是英文的 一会儿我给大家找吧 或者是大家以后啊 跟那个小助手要一下 自己感兴趣 自己查一下也行 啊 这都是这个官网首页 算了 我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找到啊 就是价格已经是跌到了这个40多块钱啊 非常恐怖 所以说呢 债券市场现在一定不能碰啊 碰一个就是雷 那么就是万恶的美国同志们又让这个欧洲人啊或者让全世界想办法来给大家去买单了啊 所以说呢 我不认为美国人是很有善的人啊 他们利用金融市场基本上都是问为本国人民去谋福利啊 我现在呢用这个软件我手机软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啊维珍航空的我我截个图啊 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啊 我现在给大家截一下这个维珍航空公司的这个债债债债债的价格 啊大家有问题随时随时问我 还有跌到了35块钱啊 维珍公维珍航空公司23块钱啊 我给大家截一下啊微信发过来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个手机软件啊都可以这个或者是电脑屏幕啊 他里面有question可以问到啊 我给大家这个看一下 好了啊大家现在也能应该能看到了啊 这个呢就是维珍航空啊 债券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啊 目前的回报率呢是148%啊 恐怖恐怖当年中国海航债券在海外遭受抛售的时候也没有 没有到148这么高啊 就是证明维珍航空基本上是90%要破产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2023年的债券可能好一点啊 因为大家觉得如果是他2021年没破产的话啊 近一两年没破产呢 可能会扛到2023年啊 所以说收益率会低一点 但也是有50%多的收益率啊 债券我们知道他的年花收益率一般是在2% 3%4%左右啊 这已经是扩大十倍 好了机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CAPITAL PRICE这个呢 在423月份的时候 在3月份的时候还是100块啊 现在已经是跌到了23块7毛5 啊 23块7毛5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我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强调大家千万不要碰公司债啊 不要碰债券的主要原因就是买股票也好 千万不要买债券 因为买了第一还还不容易卖掉 第二呢 这个跌的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了 啊 我记得在3月初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不是23块7毛5这么低啊 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啊 就是垃圾债 那么现在呢欧洲银行央行开始接受垃圾债啊 就是阴谋论的一部分嘛 他总得有人接盘嘛 那欧洲银行买了垃圾债怎么办 卖给散户啊 所以呢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到后年 大家一定还是不能买债券啊 知道08年怎么挂的吗 全球金融危机啊 欧洲这个还有这个亚洲啊 香港这些跳楼的都是买了这个迷你债啊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叫迷你债 所以以后如果是银行啊 有卖这些东西来或者是理财公司啊 大家千万不要碰啊 迷你债 债 呃 大家自己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啊 2008年9月15号雷曼兄弟破产啊 以此为挂钩的这个迷你债啊 是非常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 在澳洲的摩根斯丹利和cdbank啊 因为我都有认识的人啊 他们就是卖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啊 一般都是10万起啊 10万澳币起 那么这个呢 叫又被叫为迷你债券啊 他称为结构性金融产品 其实呢挂钩的就是啊 信贷啊 如果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公司出现了信贷违约 我们的本金都回不来啊 利息虽然比定期存款高 但风险 确实非常高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迷你债券是风险甚高的衍生工具啊 大家一定不要被名字给欺骗了 所以说呢 如果接下来最近几年钱不好赚 那么很多金融行业呢 它是零和游戏 这个大家都清楚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千万不要乱投资 难道也投也要自己亲自去调查明白了 再投 那么石油公司呢 也不建议大家去买 原因也很简单啊 这也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股票 看一下跌了多惨 300多块钱跌到了三毛钱 现在马上要破产了 石油公司要维持高的 这个运营的经费现金流 那么现在呢 它卖不出去油 对吧 所以呢 它不会赚到钱 那么股价自然就会瀑布式的下跌 一旦它面临破产的边缘 那么股价就会瞬间一分不值 所以呢 大家买这个石油 不要去买石油公司 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抄底石油期货的人 或者石油现货 或者在我们这买这个石油 USO UKO也好 那么本身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是多张时间能反弹 根据历史经验啊 这个85年啊 是经过了五个月啊 暴跌70%之后 经过五个月开始反弹 那么这个呢 是97年啊 97年是经过了四个月 开始反弹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算一下 到底是几个月啊 所以说呢 石油的反弹不会时间很长 因为我们看到的远期合约的价格 包括七月份八月份 其实都是在二十块 十二月份的价格是在三十多块钱 所以说呢 他的反弹啊 不会拖的那么久 在今年必然反弹啊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用特别恐慌 只不过呢 在反弹之前 咱们要看得见曙光啊 千万别在黎明前挂掉了 那么14年的话是三个月啊 暴跌了65%啊 三个月之后反弹 所以呢 现在的暴跌幅度有点多 那么时间周期的话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到了 那么基本上是每一次的啊 这个橙色的就是经济衰退 那么1981年到1982年是拉美债危机啊 90到91是储戴危机 2000年是互联网泡沫 08年是全球金融海项到现在 疫情导致金融衰退啊 那么每一次衰退呢 其实油价啊 不管他减不减产 他都必然下跌 只不过我们没想到 这次来的这么快 当然疫情的反应是很快的啊 所以说呢 呃也是有情有礼的啊 那么右边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叫全球汽车品牌厂价啊 这个生产品牌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股价 包括奔驰宝马啊 在欧洲都是上市公司啊 包括大众 啊 那么蓝颜色的呢 就是汽车基本面的一个指数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的都是下跌的啊 尤其是汽车股价 基本上从1200啊 跌到了800左右 那么石油价格也是自然 跟这个相关的 那么左边这幅图呢 是美国的汽车消费贷的债务托款比例 和汽车销售啊 我们看到这个债务呢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对不对 07年和006年开始啊 左边这个蓝色的线 从06年和07年开始 美国人呢 欠这个汽车还贷的款 从1.7% 激增到3.4% 翻倍了 那么在06年时候就已经开始增加了 对吧 如果我们是懂经济的 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当时06年的金融市场是有问题的 那么07年涨到2.4% 08年金融危机来了 涨到3.2% 所以说呢 在这个啊 拖欠还贷的比例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 那么现在呢 其实我们看到蓝色的线 又到了2.4%的水平 也就是到了当年07年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呢 其实经济问题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它也会出现 只不过呢 疫情给它加速了 放大了 那么橙色呢 就是汽车销量 汽车销量跟07年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是一样的 暴跌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从宏观的面 大家去了解一下 对汽车行业 所以呢 之后啊 大家去这个买车的时候啊 可以稍微等一点 如果要等一段时间 如果要换车 会有 未来会有很多的二手车 或者新车 降价 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么Carsales这种公司的这个股价呢 也会相应下跌 像Rail Estate的 我就不建议大家抄顶 这一类了 因为换手率会降低 只有当任何产品啊 都是当股价 或者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 换手率才会更多 因为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 当年我做数字货币的时候 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是查一个东西 叫做在谷歌上搜索比特币的数量 啊 当年呢 在2017年比特币冲到2万块的时候呢 2万块美金 当时在谷歌搜索比特币的人数 激增创下历史新高啊 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引起注意了 比特币当时呢 已经成为谷歌全网搜索第二大词汇啊 第一大词啥我给忘了 反正已经冲到第二了啊 就是说全球基本上每个人都在搜比特币 那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汽车销量啊 还有这个查关键词的一个比例啊 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还有前段时间呢 啊 呼吸机 对吧 呼吸机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来了 呼吸机的啊 查阅词汇数量激增啊 翻了差不多100多倍 那么呼吸机公司的股价啊 在那段时间就开始轮番上涨啊 涨了差不多能翻了个倍 在目前疫情期间股价都普遍下跌啊 他还能涨一倍就很厉害了 那么右边这幅图呢 啊 是由原油基本面的指数 以及呢 美国石油的一个价格期货的走势 啊 我们看到了 他其实是符合经济周期的 对吧 尤其是基本面的这个指数 一会涨一会跌 跟油价呢 是有比较高的一个相关性 啊 但不完全相关 不过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跟15年的情况很像 啊 这个石油基本面不是很好 好的 左边呢 就是这个美元价格指数啊 我们做外汇 期货和股票的都会对照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如果涨的话 黄金上不去 石油呢 也上不去啊 它是一个相对反向的 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蓝色呢 是美元指数啊 现在比较高啊 而橙色呢 或者是淡红色啊 橙红色 那么是石油价格是下跌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参考啊 那么右边呢 是美国原油净净进口啊 就是说出口减进口 现在呢 非常低对吧 就是这个橙色橙黄色的背景啊 它的进口总量从2007年开始一直下滑 那么到2020年基本上是不进口了啊 纯出口 所以呢 就是全球的这个出口总量上升的很厉害 所以特朗普之前说他大量买这个啊 迪拜的这个石油啊 其实没有太大用处 因为美国自己就产油嘛 产油国第一大 我们他已经是班长了嘛 刚刚说的全球产油第一大国啊 当然他消费很大 所以说他之前还需要进口 那么这个呢 就是美国原油进出口的一个差价啊 就是橙色的呢 就是啊 不是差价 是产量上的啊 量上的一个差别 橙色呢 是原油进口量啊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跌到了800啊 这个单位是啥 我给忘了 1800000 800000 80万桶啊 已经是降到了80万桶每天 并且还在往下降 而出口量呢 已经是从零 对吧 14年的零短短五年时间啊 美国真的是很夸张啊 从零增加到了 480万桶每天的出口量啊 所以说呢 其实呢 真正扰乱这个市场的不是什么沙特 减产增长 也不是俄罗斯 人家俩没怎么变 跟十年前一样一样的 就是美国啊 美国这个新的玩家进来 不仅进口少了 结果还变成出口了 啊 一正一反相当于是翻了两倍嘛 那么右边呢 就是OPEC的国家减产协议达成 其实呢 真正的我们刚刚也说了 现在就能发现 现在就是美国啊 他通过产业 他是第一个增产 并且一直在增产 那么 他的进口也在减少啊 他是第一个祸害人的 那么之后呢 他又能玩金融啊 沙特和俄罗斯傻乎的 也不动金融啊 我们也被割酒菜了 所以呢 这一波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锁定就是美国 现在华尔街应该是唯一啊 或者是美国这些公司是唯一最终受益人 包括如果也有公司真的破产了 在破产之前 他们会把这个垃圾债啊 再抵押给欧洲的银行 再赚一笔钱 再把最后的价值 剩余价值给压榨出来 而欧洲央行呢 将会把那部分的迷你债啊 垃圾债券卖给散户投资者 卖给全世界 打包一下啊 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去卖 所以说呢 未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 我们既然玩不过这些大的机构啊 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啊 分散投资啊 第二呢 不要把所有资金都投进来啊 第三呢 这一波下来了 就澳元队新兰来的纽币 我最喜欢的这个 还能赚钱啊 现在1.06几了 大家只要拿到今天都赚钱 对吧 那么这一波下 疫情没有结束 股票什么都没有完全反弹 那么只有澳元队新兰来的纽币 铁打的一 安全啊 我们知道只要你的资金到一 哪怕你往下留那么一点点的余地 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吧 因为毕竟事发比较突然 那么他最终短短的几个星期反弹到1.06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三类股票 说完这个期货和外汇 我们看一下股票 那么股票呢 很多人也听我说了很多次啊 分成三大类 重复一下 第一呢 就是受疫情最大的 现在来 Fly Center还在下跌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抄底啊 不要觉得股价低就抄底 我不建议Fly Center这种公司呢 有大量的这个门店啊 他每天要付租金的啊 租金那么贵 所以呢 他不赚钱 Vorgion的这些公司也不要轻易碰 Quantus呢 大家想要抄底就去啊 但是我不会抄啊 石油公司呢 不建议 因为都有破产风险 第二呢 就是受疫情影响 不会倒闭的像银行啊 这些公司大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行业啊 包括BHP啊 利和利拓 RIO这些都不会到啊 还有BIN这些公司 那么大家呢 会发现他的股价上不去啊 但也跌不下去 那么现在基本是合理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长期抄底的啊 长期投资的 现在可以进 如果是 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我认为现在还会回调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受疫情有利好的 此前被错杀的 像Afterpay 像APX啊 像这个NAN 像CSL 这些呢 都是被错杀的 那么现在反弹幅度都非常大 有的甚至翻倍了 那么超市呢 是没怎么跌 那么互联网科技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包括Afterpay和APX 以后大家还是可以关注 现在实体行业不好 赚钱不容易做 所有的人都会把实体这个钱 转到虚拟资产 以前做房地产的 现在很多人不做了 现在找我们开户的房地产老板也很多 他会把自己的资产呢 慢慢转成 第一 不会占用资金时间很长 他会缩短周期 第二呢 他会把它变成一个扩散型的行业 虚拟的一个行业 所以呢 最终我们看一下 就是总结一下石油方面 这个是库存 为什么石油价格会跌到负值啊 就是因为五月份没有这个地方交割石油 大家没地儿放啊 就跟喝酒似的 我都喝得醉乎乎的 你还来敬我酒 那实在是不行了 哪怕茅台 最后再好的什么八几年七几年的茅台给我喝 我也只能是让别人来喝了 所以说再好的酒也没办法要 那么蓝色呢 就是石油库存的一个量啊 已经是激增到17年最高的水平了 现在还在增加 所以油价也是一个自然下跌的一个过程 总结的话 就是我们长线抄底原油啊 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能不能赚到钱 有的平台呢 它的仓储费啊非常高 有的呢是比较合理的 有的人买期货 他会有一个展期费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话 大家就少量的去买入 买个几百桶 一千桶啊 最多我们也就亏个几千块钱 放在那去体验一下 去尝试一下 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没关系 但如果我们要有大的资金啊 几十万啊 大家一定要弄明白 或者几百万 搞清楚了再去买啊 所以呢 我们石油其实是压住人类 能够在未来啊 未来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 走出目前的一个经济困局 恶性循环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剩一点时间给大家解答一下疑问 石油下单 下单的量最小是可以0.1啊 就是最少大家可以下 0.1手就是10桶啊 10桶油你想8块钱跌到0 也就是亏80块钱美金 有人问宁愿自己的生产商亏损 但是却直接从金融一次赚钱回来吗 它是一个 就是有有规律的啊 就是现在的石油 我们会发现啊 期货价格远期是30多 对吧 12月的合约是30多块钱 那么按照大家如果是做期货的 他要交割 哪怕我们现在是上周五是负的啊 或者是两块钱买的期货合约 那么如果这个月不涨 下个月的合约是15块 交割的时候我们赚不到这个钱 从两块到15块中间的差价 我们是赚不到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说呢 他通过打压现在的当期期货价格来 并且利用金融合约远期交割的这个规律 让多头赚不到钱 只有现货在计算出来 持仓成本小于未来远期交割的差价 我们才有可能赚钱 这个是要计算的 非专业投资者很难计算的 非常非常精确 石油杠杆调整的是通过邮件啊 一封这个两封邮件啊 应该是有这个上周发过两次啊 另外我们小助手也会给大家发的 但是他一般是在朋友圈发啊 所以说重要的信息 我们都会通过邮件形式给大家发的 那么回有人说回归规律应该是暂时 违反规律应该是暂时的 是不是等回归正轨之前入市还是 对回归之前入市就能赚到钱了 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回归之前啊 我们要知道金融市场啊 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它本身的就是资金规模的一个博弈 谁的钱多 谁就赚钱 那么现在的话是散户 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涨不上去 散户在犹豫我也犹豫我都出来了 我七块多这个价格我止损了 大家想一下我都七块钱 我不进去抄底我还有止损 因为我真的是怕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是真的怕了这个石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再会暴跌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买盘的力量不足 很多人是在犹豫和观望的 如果这个时候空头集中力量再做空一次的话 完全有可能 所以说呢我不认为在石油这个市场 我们就是说短线抄底能赚到大钱 相反它目前还是一个风险波动比较高的产品 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我们计算一下持仓成本 没问题 现在可以买一点一点买 但是短期的话 博弈很难赚到大钱 有可能上下达 那么澳洲大盘的方向怎么看 是蓄力还是回调 给几个关键点位 石油价格会不会跌到零 不会我们这个报价不会跌到零 好了 我现在打开这个很多人问这个行情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是石油 石油现在的走势一分钟 我就不看了 这个看了伤心 所以说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澳洲的股市大盘和澳元对纽币 这个比较 大家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是真的是能赚到钱的 那么在MT5平台上呢 我用到的这个产品呢 或者说是这个叫叫什么 Indicator指标 一般就是MACD 和这个戴这个戴若固比均线 我觉得在这次的行情来看的话 是比较有效的两个指标 网络有点慢 出来了 好了 底下呢 就是我用到的MACD 上面呢 就是戴若固比均线 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澳元对纽币 左边呢 是最早是2018年 2018年 现在呢 是到现在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啊 澳元对纽币的走势啊 没有疫情的时候 最低是1.03 最高呢 是1.08 那么正常今年啊 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看到疫情之前 我给大家画一下 疫情之前啊 它是在3月6号 暴跌之前3月6号 那个时候啊 还是1.05的位置 1.05 那么疫情出现之后呢 新西兰 我们知道新西兰当时呢 马上闭关锁国 对不对 啊 没有任何风险 直接就封国了啊 停飞 那么澳洲呢 出现了感染 并且呢 增长的速度很快 所以说澳元对纽币呢 是跌到了这个位置啊 最低是到了0.999 就是刚刚摸一下1 就迅速回去了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看看它回去的速度是有多快 对于一个合理的正常的投资产品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这是3月178号啊 3月18号开始到现在 3月18号到今天 今天是4月多少号 4月23号啊 一个月的时间 从1.00涨到了1.06 涨了600点 那么一手的话 我们就赚6000块钱 啊 在这买一手 我认为是没什么风险的 所以呢 它单边上涨 就证明价值的一个合理回归 而在3月17号开始 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澳洲也开始封国了 我记得从 从3月中下旬开始 我就在家了啊 一直没没出窝 在家办公 澳洲也开始封国了 一旦封国之后 疫情不会扩大的太快 啊 所以说呢 澳元对纽币就回归到 合理的价格 就是在1.06附近 啊 这个呢 以后大家一定要多做啊 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1.05到1.06 我就做一手 或者就做一单 赚钱了 我再开新单 不赚钱 我就又就一直拿着 对吧 怎么能赔钱呢 啊 所以说呢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在1.04到1.05 也只做一单 啊 不要轻易加仓 所以说呢 我们的持单呢 会非常的清楚和简单 啊 赚钱再走 不赚钱就拿着 等到赚钱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是区间震荡的 啊 那么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就是看一下月线 啊 月线 它有个非常明确的底部 就是在1.1 那么上一次1.1是在什么时候啊 上一次1.1应该是在 2020 这个是哪一年 2015年吧 应该是 啊 接近于1.1的位置 对2015年 这个位置 啊 所以说呢 别的产品啊 啊 在这个行情期间都跌 啊 像石油出现负的 那奥纽的话还是非常稳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不亏钱 啊 购买次能看到多久的数据 我们的数据啊 如果是大家看不到的话 比方说觉得我想看更远的数据啊 用这个啊 我们有一些这个数据不是很全啊 因为我们上线这个产品的时间比较晚 比方说股票 只能看到18年 17年 或者19年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Trading View上面看啊 会很清楚 啊 所以说呢 啊 这个有中文呢 大家不要慌啊 所以说是有中文呢 所以大家看任何的产品报价会有图表 啊 我图形上的绿红绿折线是什么 啊 这个呢 Trading View呢 可以看到最多呢 是到什么时候呢 2002年啊 2002年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澳纽 都是符合大周期的 这个数据不够啊 这个数据不够的话 我们再去看什么呢 看investing.com啊 这个公司 investing.com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 输入AODNZD WPL能买吗 我不会买啊 就是我 我说我不会买啊 但是呢 我买了的像是有也亏啊 但是其他股票 其实现在还好 包括APS都已经赚钱了啊 我在19块钱 当时广播也说了啊 就是可以买啊 还有NAN啊 在5块一多的时候 现在已经6块多了 那么SBM呢 基本上是接近回本啊 那个黄金股 还有一个叫AMP AMP还没有赚钱 AMP比较惨啊 因为是跟银行是一样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啊 我买的股票 我会跟大家说的 那么这个呢 我就看一下澳元兑纽币 啊 这个呢 能看到1983年啊 1983年在这儿 对吧 那么澳纽呢 月线级别呢 就是涨5年 跌5年 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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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一个周期 那么现在呢 因为长期来讲的话 澳洲的这个 不是澳洲的经济不好啊 是这个中国的进口和全球的经济 陷入一个持续的衰退中 所以说澳纽呢 就不是在这个大区间了 上边是1.3 啊 就是回到一个小区间 就是这儿 啊 小区间 就底下呢 就是1 啊 上面呢 就是1.08 啊 或者1.1 就是在这个新的区间里面 所以呢 最稳的不是在上面做空 而是在底下买涨 啊 这个是最稳的 啊 大家多赚钱啊 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啊 广播怎么听呢 广播大家用手机下一个3CW 或者是澳洲 这个广播啊 或者车载广播 或者是微信都都能听 澳洲咱们墨尔本就一个广播啊 悉尼的就听不了啊 因为是墨尔本的这个3CW1341AM电台 每天早上8点半 ASEC200的话 啊 在这儿 5211点 目前呢 是会有一个小回调 但是呢 中长线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小回调的话 如果大家觉得我想长期持有 不想动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美国市场说不准啊 他是跟美国走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 他的一个均线啊 下边呢 是MACD 对吧 我们知道看到现在MACD呢 他是依旧是双线往上排列的 虽然现在呢 这个绿色的线啊 已经开始往下了 就是我右手边 这个位置 他已经开始有衰退了 但是呢 只要这个啊 不成为一个死差 下来 我们其实长线的一个多单 还可以继续持有 然后把它缩小一下啊 那缩小之后 MACD看完了之后呢 大家就发现啊 绿色的线已经缩短了 就是短线 我们可以离场 长线的话 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持有 那么上边的话 我们会发现有蓝色的均线 对吧 他压在这里啊 蓝色均线压在这里 没有上去 那么短线是有阻力的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 另外呢 下方呢 是什么位置呢 他上涨到的这个 几条横线啊 这个呢 叫 飞波纳奇 飞波纳切也行 那么反弹到38.2% 对吧 从最高点 这里 红线 对吧 这有根红线 下来 跌到零 这个飞波纳奇的零 然后反弹到38.2% 对吧 然后呢 又下跌到23.6% 他只要不跌破这个23.6% 下一个还会往上走 涨到50% 破了这个蓝色均线 然后再往下回调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啊 不一定对 不然石油也不亏钱了嘛 所以说大家仅供参考 就是说目前大家借助的这个工具啊 一个是带肉固比均线 蓝色线现在短期有压力 另外呢 就是MACD 现在呢 短线是收缩的 长线呢 还可以继续持有 我的蓝线和红线怎么那么多啊 大家也可以多也可以少吗 WTC盘面怎么样 澳元对人民币回调 问题比较多啊 我们不一定呢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在我们这里做交易啊 很多人呃 经常问啊 那么很多呃 投资者是最近才入市的 其实呢 我们呃 也是认为啊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自己判断能力 到底什么时候进入市场 是大家自己决定的 我们呢 只是每天介绍这个市场信息啊 给出真实的 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客观的一些内容 啊 大家做一个判断 这个股票现在就是说 呃 正常啊 基本上跟着大盘走 WTC 之前我记得是财报造假 还是什么 对吧 是财报造假的一个问题 导致了股票价格大跌 那么现在的话 他基本上这个 呃 均线啊 也是一个盘整期 所以说 你要是说这个想突然赚大钱 啊 很难 啊 我不觉得这个股票如果想长期持有的话 还行 因为他但凡只要是一次财务造假了 啊 很难引起老外的信任啊 老外就这样的人 像APX财务就很好嘛 啊 你买这个 我觉得还不如经常关注一下 我最欢迎的 最最喜欢的这个APX 啊 您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他的这个就好看很多呀 啊 这个线为什么好看很多呢 是因为啊 他这个MACD啊 他这个线呢 他现在是调整短期 对吧 但是呢 他短期调整啊 这个右下角啊 这个还是在零以上 啊 这儿 对吧 他这个线啊 已经上到零以上了 那么这个 虽然绿色的柱子缩短了 但是还也是在零以上呢 他就是非常强 他的多头很强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那些受到影响很小 被错杀啊 那么从均线上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站在了黑色均线 这是200天均线以上了 刚刚我们看到了 基本上没有股票能站到这个黑色的均线以上 他已经站上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站到均线以后的这个可能性啊 对比一下这个CSL 看一下他有没有站上来啊 他也站上来了 对吧 就是只要他能站上这个 呃 均线啊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往后拖一拖 只要他最终能站上来啊 啊 这个黑色的这个线 就证明在最近是非常强势的股票 那么资金呢 他不会完全离开股市 他会找一个强势的 对吧 在这儿啊 这段时间三月中学 我们看到三月十九号这个时期啊 然后开始上涨别的股票跌他涨对吧 从两百八涨到三百多 最高是三百三啊 这么高的一个回报 百分之二十多 所以呢 大家选股票要选这个强势的啊 别去抄那个fly center那种弱势股票 啊 TWE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看法 长线的话问题不大 但是短线的话 你要做好咋持有战的准备 TWE现在都没钱了 谁爱喝红酒啊 啊 喝红酒这种东西啊 就像我们去赌场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属于一个休闲娱乐调节情怀 当有钱了 你跟我谈情怀行 没钱了 我只跟你谈面包 对吧 没有人没有人谈感情和这个情感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社会很现实一个问题 黑色均线的一个是一百六十九天 一个是一百四十四天啊 一百六十九和一百四十四 啊 CCL CCL可口可乐是吧 啊 股票 大家做股票的还是挺多的 啊 那么这个 奥纽的话 大家做区间就行 HTC啊 问题比较多 我最后再说一个吧 就是CCL 这个呢 因为为什么说它呢 它是这个饮料 啊 这个股票是饮料 我从很早之前关注它 就是在八块钱了 现在还是八块钱 啊 它是去年涨了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八块钱关注它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2019年初的时候 我认为它要涨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是2019年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进场价格 对不对 因为它突破了这个黑色的线 非常好看 我相信只要是有这个投资经验的 就会发现啊 这个线是非常漂亮的一根上涨的线 对吧 这里的突破 所有的指标 包括底下MACD 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MACD从这一天 这一天突破 然后开始突破黑色均线之后 所有的指标都是上涨 开启了长线的一个上涨周期 每次回调呢 我们看每一次回调 基本上最多也就是踩在了黑色的这个线 均线上 对吧 这个呢 就是144天均线 踩上去了 对吧 那么在之前呢 它踩在蓝色的线就回调了 然后呢 又是踩在蓝色线回调 所以说呢 突破 踩蓝色线 上涨 然后回调 深度回调 踩黑色线 上涨 创新高 然后回踩这个蓝色线 创新高 然后回踩蓝色线 冲高 最高涨到13块 基本上是涨了百分之五六十 那这一波下来的速度也很快 那么短期的话 买口可乐的人会很少 为什么呢 道理也是一样的 另外呢 因为这个奥运会啊 这些都推迟了嘛 体育赛事啊 还有聚餐啊 聚会啊 对吧 大家如果是一起看球的话 那个对可乐的消费很高 所以说呢 可乐也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 那么目前呢 不太适合抄底 啊 道理也很简单 啊 图形也不是很好看 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图形 啊 我们要学会以一举三嘛 哪怕石油我们亏了 但石油不是常规的亏啊 它不是我们的问题 啊 对吧 所以说呢 家里有这个老婆埋怨的 或者是啊 女性炒股啊 或者炒外会 亏了炒底石油 被老公说的 啊 跟他讲 不要说我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谁知道市场石油 能跌到个位数 对吧 那我们平时出去加油 还便宜了呢 啊 所以说呢 呃 这个非市场的行为 我们控制不了 但是这个正常的行为 我们就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的趋势 并且呢 现在没有任何回弹的迹象 对吧 我们看一下底下MACD的均线 还是在往下的 所以呢 不管是从宏观面上 现在没有开放 聚会的这个禁令 啊 大家还是啊 聚会就被罚1600多澳币嘛 那谁喝可乐 对不对 基本面不行 那么技术面呢 大家看这两个指标啊 都是交叉往下走的 对吧 那么图形呢 我们看前面有个低点 现在随时有可能破低点 如果破低点 还会往下走啊 那么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抄底的位置 只有当他把均线拉平 开始往上掉头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入 因为现在市场不好啊 所以说我们要谨慎一点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这些啊 因为时间已经是9点06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 另外呢 如果是有问题的啊 大家呃 这次解答不了啊 呃 就之后 有有机会 有缘我们再解答啊 祝大家晚安 非常感谢大家啊 呃 不一定赚多少钱啊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千万别因为炒炒这个超级石油 呃 对吧 家庭 吵架啊 这是不应该的 呃 也千万别睡不好觉 很多人说这个晚上睡不好觉 像我是习惯了啊 这个晚上要盯一会盘 可能大行情五点钟才睡凌晨啊 但是呢 大家不要这样啊 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只有心情好 心态好 身体好 投资才能比较顺利啊 祝大家这个啊 赚钱不一定百分之百啊 但是身体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好啊 谢谢大家啊 晚安 谢谢大家啊